全州 福建东南沿海城市 马可波鲁底下的光明之城 它还有一个名字 叫做四铜城 英语里头丝绸有几个概念 一个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SILK S-I-L-K 另外一个叫SATIN S-A-T-I-N 这个SATIN在英语的外来语词里 有明确标注这是个外来词 是从阿拉伯语言里头借出来的 那同时在这里头还写到 这个阿拉伯语言里头也明确记载着 这是十世纪之前 从中国东南沿海 某一种非常著名的织井段 不是那种薄的织绸 是织井段的名字 然后从阿拉伯语借过来 那阿拉伯语的那个话音 因为我自己本人读不太清楚 大概就是跟赤铜 SATIN这样的音有很多相似的支出 所以当我们把一个区域的东西 放在全球文明交换的一个 一个场域里头去看 我们其实就发现它不是一棵树 而是在唐宋元期间 在中国东南沿海其中也包括泉州 能够织出来的一种厚度比较厚 而且给它一种毛茸茸的质感的 那样的一种织绸 所以今天在英语里头 SATIN就是指的是 这个孩子皮肤啊 婴儿般的漂亮 有一层毛茸茸的那种感觉的 那样的一种词 宋元时期 泉州的刺铜港 成为世界三大港口之一 本地生产的刺铜钻 是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商品 14世纪摩洛哥人一本拔都 在邮记中写道 刺铜城即恶药 出产绸缎 较汉沙杭州 及汉巴黎北京二城 所产为优 公元1324年 元朝派遣使者前往印度 赠送印度国王500匹丝绸里 有一百匹就是刺铜钻 丝绸在世界范围的流行 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 朝廷专门在泉州 设立士博司收取税金 海上贸易成为了宋元时期 国家最主要的财政收入 在宋史的失货字里面就有记 所以广州跟泉州两个地方的 士博司的收入 占国家财政的20% 这个比例是非常大的 到南宋一直到元代的时候 泉州的历史地位 已经跟贸易已经大大的超过 广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 而且国家的一些重大的波动 都是从泉州这个地方出去 史料记载 宋元时期 泉州与世界上上百个国家 有商贸往来 世界各地的客商云集 市井十州人 是当时泉州的繁荣写照 在输出丝绸等商品的同时 不同文化也在这片土地上 交融会萃 佛教 印度教 天主教 伊斯兰教 多元信仰 在这里和谐共处 泉州也因此被称为 世界宗教博物馆 千年时光荏苒 今天在泉州城里 依旧能够轻易找到这些 海思印记 沿朝以前 泉州有一座寺庙 叫做印度教室 也是波罗门教 那个在元代的时候 听说是战乱了 整个把那个庙毁掉了 那毁掉了很多建筑构 那构建怎么办呢 那不能乱扔啊 所以说就有的到像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我们孔庙啦 开延寺啦 还有天后宫啦 一些构建 现在还是那个寺庙的 所以说都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泉州这个地方啊 对外交通很方便 所以说这个一开放 很早开放 开放经济基础就好了 好了就搞了很多的 这种大型的建筑 像开原市的东西塔 洛阳桥 五里桥啊 这个都是很大的宋代的建筑